本腾这个品牌不要说你 我感觉都很陌生 上一次碰他的车应该都有五年前了 虽然也叫做B70 但是那个B70 跟现在你看这个B70 简直是脱胎宽骨两台车 面目全非有没有 现在B70一看上去 第一感觉就是 我觉得比他实际的车 都有大的那种感觉 各种的大 中腕大 头灯大 轮毂大 后面的空间大 甚至他的尾箱 我觉得比我那个 号称MPV的杰德做得更加大 所以你想这种车 它的对手应该是谁呢 把你的想法打在公屏上 那不管你是怎么想的 这个B70 它的对手就是最新的吉利辛悦 还有主流的A级车 宣业兰业的那种车 所以厂家看的明明白白 你们说这个车跟那个车 什么数据级别 不对 不能对 在中国市场上真正可以对的 唯一的因素就是价格 所以这一个车很可能它的价格就是主流的这种10到14 5万的秋间 今天就来看一下 它是怎么从这种主流A车上面抢市场的 你好Yomi 跳个舞来了来了 你有没有想到一台外观这么震惊的车 内在竟然配了一个二次元的人物 这人物还会跳舞还会唱歌 所以你说别人买个车就为了泡溜 这个车买个车还配了一条溜 不要 配了一个女朋友给你是吧 你都不用去找了 实在是太适合阿卓了 阿卓你痛车痛的外观太表面了 你看人家直接通到电脑AI里面 直接就有这个二次元的人物去控制整个车的各种操作 你可以除了除了脱衣服以外 这个钻石型的这个舞台啊 每次上车下车还会升降多好啊 这车我觉得阿卓接了之后 它的什么斯巴鲁啊 它的CH全部都要改啊 不通外面就通这个位置 小心阿卓把这个东西偷走 我们来认真点啊 这个B7的类似啊 其实也很大的 首先阿卓的女朋友有个很大的房子 有个很大的钻石 在中间另外两块屏幕非常大 按键每一个都很大 而且里面的图标都大 就算是老夸都能看清楚 甚至还说里面的按键的手感 这些小的缝隙啊 这些缝隙的位置啊 这些开口的位置啊 各种的缝呢 都挺大大咧咧的 类似这种做工用料呢 也比较直接一点啊 买这台车人应该不会在库的 因为他们真正在库的 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优米身上 要怪都怪优米太美了 B7不单只看上去大 数据大 它内部空间真的挺大 你看我坐在这里 腿部空间 西部空间 各方面空间都觉得很充裕 而且坐姿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告诉各位 真正大的是这个座椅后面的尾箱空间 让各位去见识一下 这尾箱 大的我觉得是这个级别 相信来说都数一数二大 首先你看 这座椅可以一键放平 然后连通这个尾箱 有一个全屏的地台 然后我进入这个尾箱 这个尾箱够不够分 你看 我一天坐在这里轻轻松松 隔壁还放三个背篮 一个这个脚架 都没什么问题 这个尾箱的深度 大的程度 开口的 好用程度啊 我家那个杰德看到都直哭厉害 这个有这么大尾箱的一个轿车 然后还是个鲜辈造型 你看这个门开得这么高 很多的大件物品 放进去都可以轻松很多 但是有个挺严重的问题就是 我看这个尾箱这个位置 我打开一看 有个储物格不错 那备胎呢 你看备胎竟然没有的 应该按理由 这储物格的位置 是可以宽成一个备胎的 所以各位 如果当这个车是个什么旅行车 出去玩的话 记得把这个位置换一个备胎 会买一点补胎工具 会方便一点稳妥一点 而另外有个问题 就是这个鲜辈 这个门好看了 这么大好像一个翼那样 但是挺重手的 告诉各位 拉起来挺费劲的 就算是把它打开 也有个挺重的 甚至在说你关了之后 怎么去开呢 告诉各位 后面是没有按钮的 每一次要打开它 都要去驾驶位中控的 去按那个按键打开 才能再去用力再去翻开它 所以这个尾箱 这一点考虑的我觉得不够周到 动力方面奔腾B70 是用了一个1.5T加 7速双离合动力系统 其实同价位很多这组车 都很爱用这种涡轮加双离合的组合的 就这种双离合很讲究调教的水平 有些调的很好一些调的一般 但这一个我觉得调的中等水平 它平时开我觉得还是挺顺的 但是有时候你的动作控制的没有那么筋势 没有那么好的时候 不够温柔的时候 它的动力反应就感觉一段一段的 有时候你动力脚比较慢的时候 它又会突然踢你一脚 突然感觉加速了一下 有时候你要急加速的时候 它又会没有反应 等个两秒钟它动力都不来 就算是换上S档 我觉得这种效果的帮助也不是很大 但它好了一点 底盘真的是挺舒服的 平时绿震不错 隔音也不差 所以平时开高速或什么的 还是觉得整个车乘坐方面是挺舒服的 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看一下这个驾驶特性 它设定的对手是什么 新锐朗逸宣逸这一类车 新锐的话很明显就不是它的对手了 完全不同风格的 新锐就驾驶体验很好 很好过弯很过瘾 但是这一台B70开起来 就是那种家庭用车 你开它就想慢慢的开 开快一点都没有任何的冲动 没有任何的什么乐趣可言 就慢开就比较好一点 另外它的底盘对应什么轩逸蓝叶 我觉得更上是那种轩逸的风格 比较软一点的 平时开绿震很好 但是一走一种比较大的高的卡 马上觉得车还是比较多的余震 比较多的矿动 比较偏软一点 反正这一台B70 就是很明显一台家庭取向的车 各位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这台B70的价格应该已经出来了 像我不知道 但我大胆的先把跨放在这里 我估计这个车按它的对手来看 价格应该就是9-14-5万 反正就是20万的水平 我相信这回我绝对不会被打脸了 不管多少钱 只要它是十几万的车 我觉得B70最大优势就是大 看上去大 设计大气 里面的空间确实也很大很得体的 所以这个车虽然说 它很多细节什么做的不是很完善 但是它开起来 它底盘确实挺舒服挺吃的乘坐的 按理由按它的对手来比 它不是很像极力新月那种做法那种取向 反而更像是日产轩逸的那种感觉 还是比较偏一个家庭用车 所以各位在十几万买车 不要整天盯着什么轩逸 懒逸搞得人家销量 5万多4万多的销量 看一下同校味 其实很多自主品牌的车 做的相当不错的 关注一下